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大陳志豪由大東 知你忙成這樣,補一補新鮮,有沒有喝十字奶? 你別說,我那天真的打算去七仔買 因為通常你知七仔買奶都會兩盒便宜一點 只有一盒我買不到,所以我沒有買 這個後應怎樣? 如果站在一個市場角度 其實一半是一個故事式 一個AMV的形式 現在香港很多時候是用這種方法去推出一個產品也好 一些活動也好 但我覺得這個很觸動到全香港人的心 像以前香港人需要的廣告,你覺得嗎? 都是的 其實這幾年很多廣告 觸碰到觀眾那些 通常都未必是在電視台播放的 可能在網絡上,他們可能會靠Facebook、YouTube 這樣去爆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是沒有 不過可能是形式已經不同了 因為現在整個世界的潮流都不同了 我甚至覺得 因為最近有Disney Plus來香港 我真的發覺前些電視台都怎樣做 不知道他們怎樣做 因為其實我們 其實你知道現在就是這樣 OTT的那個點播 其實已經擁有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還在想要是否要看電視節目 還想要去開一個台去看電視節目 還是索性 就是將譬如買TV Super 變成一個常規的平台 那就可以了 但當然這就是牽涉到免費廣播 存在的條例 還有它這個免費廣播存在做沒有價值 但是其實說真的 現在到底有多少人看免費電視呢 我就有保留 因為就算免費電視呢 它那個情況都已經不是你坐定定 夠鐘了看電視 行李行去 其實夠鐘了看電視 以前十點半要看卡拉OK 現在不用了 現在十點是《全民造星》的 是的 我想告訴你 我們現在出街的時間 《全民造星》多得你 去到後期的女生 真的很多人越來越看 我們在那個位置 我真的突然看到我們的人數倒下 你不是說哪些人去網上高也好 你不要說 不是坐在那裡齊齊整整 或者不是在那裡教對電視 就是那段時間 那些人就去看《全民造星》 其實是的 但是我自己可能 因為我今年真的沒有追得那麼甜 我也是滯後的 因為太忙了 我滯後了 所以我是看一些報道 其實在社交媒體上面 《全民造星4》確實是有很高的討論度 那我不劇透了 因為其實加拿大那邊應該播得慢些 昨天就有些劇情發生了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去到40 對不起 是60強完了 因為完了三個星期 就由96位變成60位 那今個星期就是由60位 要經過小組對決之後 就進入40強 OK 那就真的每一天都有人被淘汰了 即是即時淘汰即時死亡 而且那些還要是挺唱得歌的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留意 譬如娛樂版的Instagram 或者娛樂版的Facebook 你都會看到他們都能跟得起 又或者可能你會看到你的朋友 可以在那裡叫救命 給我誰啊 不可以淘汰他走 你講到這裡就好了 我就不想怕你 into trouble 因為為什麼你對很多你的文章 IG大家follow尤戴東 都知道你真的有那個講句 和分析能力很強 我就覺得這次沒有辦法不講 這麼久以來 WILL TV你覺得這幾年 真的表現得很好 直到《全民造星》 去到一個女孩子叫阿妹 被人放了 喂 我覺得是關公災難 我不想這麼說 但是你看到他們幾個強力也好 花姐也好 出來說終於有一次 嘩 你解釋不了 那些網友不是說 我反而挺開心 開心是說那些人 真是看電視 會不會因為你很麻木 是《全民造星》 不是《TVB》 我就支持你 你算不算 這件事算不算是一個 WILL TV做了這麼久以來 你覺得算不算是一個公關的災難 不算 不算 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要說公關災難 跟著矛盾去旅行 第二輯 整季被人抽起了 那件不就是公關災難 是不是 現在很多人不看 每個人都認識了花姐 又認識人 我覺得其實往年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第二屆突然間 無端端中途插了MIRROR進去 再參加比賽 都被人罵得飛起 那彌撒大普 那你又無端端 明明是這樣的 無端端是選99個 突然間又加過MIRROR 再玩一次做什麼 那第三屆也有這樣的 不是吧 那個跳中國舞那個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好像是叫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個人入圍得到 都被人罵 那我覺得只能夠說 很老實說 你在網上看也有些評論 就是為何要淘汰阿妹 但其實說真的 阿祖出來說之後 真的有些人提出我 他說阿祖不如你不要說 阿妹這些質素 你都照樣留在這裏 不是吧 那樣 我覺得所有事情 都是有他不同的觀點與角度 那我覺得起碼大家都肯討論 就是肯定我覺得每一屆 一定是有人不認同他那個劇情發展 以及賽果的了 那如果大家想罵再罵得狠一點 就麻煩大家看鄧小宇 早兩天在《立場新聞》有轉載 應該出了版一篇 就是說方方和阿Ling 入了六十強 鄧小宇寫了一篇很長的文 那篇是很好看的 就是他質疑為什麼 就是他覺得阿祖怎麼選擇 反而不是問題 因為他覺得其實你都被他選擇 那他作為一個導師 他絕對自主權 那他怎麼選擇 其實是跟其他人無關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為什麼最初阿芳芳又要去參加 阿Ling已經四十歲了 就是三十八歲了 有孩子 有四個孩子 又要去參加 就是大家會好奇 鄧小宇的角度就是好奇 為什麼你要去參加 在第一位置 我又覺得是 然後他就說 他寫得挺狠的 很直接的 就是說方方其實是不行的 他又說他有一二三個項目不行 那阿Ling又沒有罵得那麼狠 如果大家想罵得狠 看得罵得狠 可以看看鄧小宇的篇文 因為我自己也挺接受的 我甚至立即WhatsApp 很難得 尤大東承受 就是少少一個者 不是鄧小宇確實是我偶像來的 那我也知道他有看我的文件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說話有關 我真的覺得他說話真的有關 還有那個問題是 你看我為什麼不去寫這麼多《造星IV》呢 是因為我覺得 我也說過了 我覺得今屆沒什麼驚喜 其實我覺得今屆 其實它明顯是這麼多屆來講的資源 製作資源一定是最豐富的 一定是最豐富的 因為有很多贊助 你看到第一集已經出現了 哇 多大的LaLaMove那個 那些產品位置 整架車運送的東西去搭台那些 然後又有家事伯 又有美容公司 有deliveroo 其實有很多贊助 第一屆哪有的 第一屆沒有的 好了 當你有這麼多贊助 當你這麼有聲勢 又說要搞女團 我反而覺得今集 即今季為什麼會不好看呢 我是覺得它計算太多 它太多太多太多的計算 其中一個項目 我很認同鄧小宇的項目 就是因為第一回合 其實第一回合很長的 是因為一對一的決戰 然後就決定你哪60個都可以留得低 也已經有朋友跟我說 他說我就不相信 那些是隨機抽樣 就是說強尼就要抽號碼 然後就逐個叫 一號對五十號 那樣的 然後呢 鄧小宇的見解就是說 你不要哄我 告訴我 是人是隨意抽 肯定是做出來的 那我是認同這個項目的 就是我覺得 其實這個很容易操控 劇本而已 是不是 這是show來的 是的 其實我從第一、二屆開始 已經經常都說 《全民造星》最重點 其實《全民造星》裡面所有東西都是節目效果 但是好看在是什麼呢 是因為學員有成長 為什麼一、二、三屆這麼好看 就是因為學員都有成長 你會很喜歡那個東西 好了 但是《全民造星4》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會覺得 因為它應該有三十五集 即有七個星期 你頭一回合已經霸了三個星期 那就是說 最後那四個星期 你要有極速的成長 要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覺得會有的 但是問題是 到底有多少觀眾 是因為頂不住 頭三個星期 都還是那一回合而離開 我覺得是有的 那我自己呢 以我今年的角度 就是其實 如果以比雜數的 以蝙蝠來說 《全民造星3》的第一回合 要爭五十強 其實是佔了十二集的 都已經兩個半星期了 但是呢 因為上一集 那些人都 就是因為大家又出了道 因為他們是再出道 然後又會開始有些 比如阿芝那句說不好 那句就搞得很熱 然後大家就不停看 而且那些人 有些人是認識的 就是有些人已經是入了行 變成很容易帶起話題 但是這次就不同了 你霸了十五集 但是裡面有很多人其實都不認識的 那我又覺得 又加上因為有Disney Plus 因為真的有影響 那你又可以解決 那我就不看你了 那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會導致很多人 看得下就會想放棄 如果不是的話 他的收視不會衝不到上去六點 其實他現在第一 就是你覺得這個阿祖這件事 跟著他們走出來為阿祖 在那裡說完他 又很用心啊 最用心啊 強尼啊 再加上花姐又出來說 就是阿祖怎樣好發啊 這樣 這個是不是效果 就是知道推不了 但是去到至少大家都留意一下阿妹 這件事 我又覺得不可以炒慶那些人罵 我覺得不可以說 我又不覺得是炒不慶的場 而是我覺得去年 據了解《造星3》 其實ViuTV一直都不肯公布收視 去年也沒有TVB陪你瘋 就不會自己公布隔壁台的收視 但是我記得最高那時候 都是有試過去到五點的 那麼老實說 以現在今年ViuTV的聲勢 你又做到這麼行 隔壁台的台興劇 也都不見得特別好的時候 你都仍然只有五點三五點九 我又覺得好像又有些比喻其中弱 就是我會覺得他可能應該都有六點吧 就是達叔的愛的時段而已 達叔的愛其實他只有升到六七點收視 即是說那個時段的群眾的可能性 其實是有的 可以去到七點的 甚至去到八點 但是為什麼今次《造星》都不行呢 我就覺得是因為入局入得太遲 喂 這樣啊 我又有這樣的看法 你覺得同不同意 講了很久了 我們說想看看 就是萬千星輝河台興 一些這麼橋段 什麼蝶羅漢這些東西 喂 人家三年今次 會不會是被他搶回一些人 喂不是啊 就是說三年以來 這次還不要計算這些什麼 點擊平台 純體電視 27.5 最高那裡是李思哲第二 就唱歌 是不是啊 那些 喂 這次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你覺得 大家都這麼說 是不是真的很多看頭呢 我又不覺得很多星啊 李思哲是不是真的還這麼好笑呢 又不知道啊 我覺得呢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的 以前試過台興呢 都試過呢 之前那年跌得很低 然後今年又升上了 我又不覺得說 喂 很不得之了 我自己 因為老實說 那天都沒有看直播 人家以為我有看 其實我真的沒有看 我出去看 去看音樂會 我就沒有看到 但是我大約都知道是什麼事 我會覺得其實都是一天半天 就是我覺得你說 我覺得呢 因為有一次我訪問強利 未開《造星4》之前 未開始播放這個節目之前 我有問他的 我說今次這個節目 終於都調到九點半這個時段了 那你怎麼看呢 他說其實看開ViuTV的人 就是會看ViuTV的 看開TVB的人 就是看ViuTV 看了TVB的人就會看TVB 就是他不會特別覺得是會搶到那幫人 從TVB過去ViuTV 我會覺得其實可能有些人 因為台興始終都是台興 就看看你有什麼龍溜 看看有什麼符合 而且老實說 加上今次他演出的陣慾 是這幾年來最厲害的 就是因為真正會回到第一屆 我想可能也會有些影響 但我自己就真的沒有去看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升幅其實是不奇怪 其實今屆港姐收市都不是很差的 但有一點試過是很低的 19點都試過 我又覺得是一個很正常的 那我又明白為何TVB拿出來說的 27.53年來有一個位置 就是什麼劇 是啊 但是其實你看一下他 你看一下其實他的星空下的人衣 從來沒有超過20點的 是 是 是 這麼多個星期 都是19點 已經在說神劇 這個已經在說今年應該這個台興 這個劇應該是最多人拿獎 誰應該拿時帝 在說這件事情 但都不過20點而已 我覺得沒有什麼人說 我自己覺得在碎片化的環境下 在我那裡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最多就說郭榮會不會和湯樂文結婚 當然了 說幾年了 都差不多了 反而這個我覺得ViuTV 在台興那天我們真的看到 二汶就出來了 二汶這個一向大家都 又做過評判 又藉著ViuTV 他又做過曼崔 又做過曼崔 又做過曼崔 那樣 這句是他的名句 我不知為何突然感覺 他出來說話 有點像是余曾那樣說法 我們想這個什麼 海什麼立百川 你說不是嗎? 我們不是需要百花齊放嗎? 但是似乎那些網友不收貨 我覺得 我前幾天在阿錦的頻道裡有說過這件事 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理解群眾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因為我會覺得 因為他們會覺得 林二汶其實也不是第一天在ViuTV做的 其實他開台已經在做曼崔 他做了超過五年 然後就因為他造星3 他做了導師 然後就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成為他的粉絲 然後就推到他上去拿刺冊的 我最喜愛的女歌手 然後再拿到這個韓館 開韓館show的檔期 我覺得很多是一連串 令到那些人覺得 好像多了很多意義 是我們附加了給林二汶的想法 其實那些想法可能不是他 說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顏色 我明白 我是什麼顏色 其實他從來沒有說過 我自己也覺得 說真的那句 我現在不是幫林二汶說話 但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我又不是TVB的人 我亦都不是他公司的人 我怎知道TVB怎樣去約到林二汶 以及為什麼林二汶肯答應 可能是合約問題 正如上一次鄭忠基所說的 他那次被人改完無賴的歌詞之後 他也要做美女廚房 那會不會其實是合約的問題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事後有跟製作的幕後 以及唱片公司的人有談過 他說應該就是製作組 台慶製作組的人去接觸這班歌手 然後就是因為 我記得欣怡也有過去的 是的 但因為問題是這樣說 因為欣怡她那個 TVB人來的 她的媽媽都在那裡 但是你又這樣想 欣怡其實她早前也有幫Chill Club 表演的 其實馮允謙也有幫Chill Club 也有去ViuTV 也有在TVB 我反而是覺得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 因為過終的原因 我們不清楚 如果就是因為她這個舉動 然後又去罵 我很理解 但這件事是不是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即是你一來就這樣說 這樣是不是好事呢? 又這樣想 你林二汶肯而已 你TVB都要肯定林二汶才可以上去的 那會不會其實是另一個角度看 另一個角度看 會不會其實是TVB都想做一些事情 去告訴大家 我們今次不同往日的了 我們就不會好像… 不是獨家的 說MIRROR也有出現的 而MIRROR 說MIRROR的對白的時候 是有一個鏡頭是MIRROR出現的 即是說其實TVB現在有些作風 不是以前那麼霸道 他們有些改變 只不過改變可能你們根本都不想看這個台 那你就不知道 好了 然後我又會覺得 因為曾經有些人跟我講過 大東你不如不要說林二汶肯吧 你這樣說 你講不講也會死的 即是你講一會又不知道 又不知道說出來會有什麼效果 會有什麼效果 不是什麼效果 那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不是林二汶肯本人 我也不會幫他講任何說話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作為藝人 是絕對有權去選擇他在什麼平台演出的自由 即是如果大家會覺得是因為純粹是你們 去覺得他是什麼顏色 然後他這個決定 然後你就覺得他好像背叛了你的話 那可能是我們做觀眾的不理智 那又或者這樣說 其實林二汶這麼大個人 他都40歲 他會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嗎 我不覺得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我也都不認為他是那些 不知道做完這件事之後會有什麼效果 是這樣的 我會覺得是 我強調就是說所有藝人 其實無論由以前的TVB的霸權也好 到現在也好 我都不認為任何一個藝人 是要被任何一間電視台綁死的 他應該是自由流動的 OK 現在就算有這樣的政治環境 我依然都覺得藝人是有權去選擇 有自由去選擇他們在哪個平台做曝光 但是作為藝人本身 也都要為自己選擇 要負責 是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我的一個見解 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過去 我同意你的 每個藝人去到這樣的年紀 尤其是經歷了ViuTV的這幾年 去到拿到這樣的成績 再去紅館 還有將會要去開多個展示 二汶都快要開多個展示 是的 就是說其實他都知道這些事情 計算了之後 他也知道是想無線 現在不是上普通電視台 是無線電視 還要是台興 最大問題還要是台興 反而他的解釋 我又這樣看 他的解釋 這個是出自他自己在IG發放 他說了 他現在最重要的是 他現在已經成為自己的一個學院 一個音樂學院 他希望他自己的學生或者學員 有一種就是 他不希望音樂 就好像不想哭死在哪裏出現 他自己這樣講 或者沒有哪個界限 還問大家 不是這樣想的嗎 大家是希望沒有東西 哭著一樣東西 音樂就是音樂 可以穿越這些東西 現在他就在做 他就用了 我為什麼說用余僧式的一種說法 就是我差點都解釋不到 海立百川 突然間很餘憎的感覺 很傷害的感覺 彈出來 我猜是這個位置 一勒這樣說 人家的確在娛樂圈裡面 其實人家在娛樂圈生活一年 等於人生活幾年 因為人際很複雜 他經歷了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想他想說 他想包括多些在他的學員當中 但人家的回應當然是那幾隻啦 都是正義的因素啦 你看看無線 你唱一下銀河修理員行不行 但人家沒有說要唱銀河修理員嘛 我明白的 你覺得其實 我覺得反而是他的回應 點著了大家 所以我才覺得 如果他說他知不知道 他不回應就行了 但他又回應了 你明白嗎 我想起以前 有人說是我一位徒弟 阿明仔 在網上告 他原本自己沒有什麼立場 或者中間路線都怎樣都好 他就是解釋一點點 大家有自己獨立思考的 我自己就這樣 結果原來你不解釋 現在那個網 因為你真的不可以走進去 你想想你的網裡面 我想你每一次 你以前為什麼令到你惹怒呢 就是不如大家看完電影先 或者看完什麼 但是什麼最刺激到你的神經呢 就是什麼都不看 但是的確很多人就罵你的嘛 這個是一個生態 是一個你這個網絡的生態 你怎麼可以要那個網絡 又要好 是要令到大家可以有自由的地方 但是又有這種這樣的生態 其實我們不能說又有這種 所以其實我想他都這種的生態 其實都風高浪急的 為什麼你做任何一句話 今天可能很多人喜歡你 聊天的人就突然間會 哇你有沒有搞錯 就是等於阿妹那樣 就是阿祖那樣 當然當然 就是當花姐出來 都是一個新聞 我覺得娛樂圈就沒有什麼叫做 悲傷的 一定是會過去的 然後那樣 總之令到那個人 就是會有些新聞 就會終於 就是可能他拆得定的 就是怎樣都講得通的 我都明白的 就是我會覺得就是 其實老實說 林二汶怎麼說呢 都死的 就是你叫他怎樣做呢 你叫他怎樣說呢 對不對 就是因為老實說 難道他跟你說 是啊 我上台慶 我知道 我雖然抓他可受 沒有問題 但那個問題是 人家覺得他有問題 人家加了很多意義在他身上 其實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沒有的 這些事情是必然會發生的 我想其實他自己都知道 會有這樣的事 但可能其實有更加多的動作 更加多的舉動 我們不知道 就是有傳聞 又說他做什麼 這個星夢2的導師 這個都是傳的 一直都是傳的 甚至有人說 其實他 有人說他可能 為了要供另一個市場 就是可能回大陸 那些都是傳聞 那我自己就是覺得 都是放長雙眼看 就是先等下 先冷靜一下 就是我是 還有說真的 其實他也是 他也是下環亞的 應該是下環亞的 那我覺得會不會 是環亞還是Sony 好像是Sony Sony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已經不是了吧 好像不是 總之就是他 他應該是 我忘了是環亞還是Sony 總之就是 應該都是唱片公司 或是經理安排他 他才知道要去做 但我會覺得 用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他們現在還是主持著晚吹 你想想 其實香港有多少藝人 可以好像他們這樣 可以自由兩台都出現 你總要有一個人 譬如周嘉儀 他可以拍完ViuTV劇 又去拍TVV劇 之後再拍ViuTV劇 林二汶就是 我做完《全民造星3》的導師 我過去賀里台慶 之後再說 最後做晚吹 就是我會覺得 如果我樂觀點看 我不用陰謀論去看 其實他就是在做一個示範單位 他就是在做一個示範單位 就是說其實藝人 其實藝人就不應該被綁死在一個台 應該是到處都有曝光機會 當然有些人一定會說 有些錢不是這樣賺的 我又會覺得 如果真的 又或者這麼說 阿周你也很深刻 如果你要捏到這個標準這麼實 其實全個娛樂圈都不用玩了 我真的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要分到這麼壁裏分明 你哪裡有得做 我經常都說 有很多藝人在什麼立場 我私下知道而已 我不可以說的 是不是 又或者這麼說 我也有說過的 就是說 那個藝人 你覺得他是在什麼立場 因為他做哪個機構 但是你先看他周邊認識什麼人 因為現在不是個個都是獨立的單位 獨立還還好 但是有些事情你真的有合作在身上 然後就因為有些合作關係 等於那時候去年《全民造星3》 卡文和奧迪 完了比賽之後 轉頭就去了TVB 是因為經理人公司才安排他的 其實他也很被動的 即是他的合約就跟他了 是的 難道因為你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你是什麼顏色 我覺得這樣又太無斷了 真的太過堅硬了 是不是 太無斷了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也不健康 如果大家是覺得 因為有些網上一定 我甚至那天和阿錦也開玩笑 我說我這樣說完之後 你可能也會不追蹤我 但是我會覺得 那也有人再追蹤你 謝謝 是的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大家還是用這個態度去做的話 其實現在整個圈都已經很難做 雖然慶旺 但是都很難做的 那我覺得如果大家還是有這種心態去看的話 那我就覺得 那你很難做的 有些事情你真的以後整個圈都不用做 不需要分得那麼清楚就最好 對不對 就是我會這樣看的 好啊 那你就做開一些外面 你見到 都見不少那些藝人要拆 那很久都沒試過全香港 那你說真的 有這些看看 有這些 每一天都有些緣氣 直到校長出來了 哦 OK 他怎麼說都好啦 我們裡面就說有澄清 接著經理人發通告也好 別人就跟你說 喂好奉陪到底 喂 他將整個香港 那24小時 大家那種輕鬆看花生程度 不是就是以前香港娛樂圈的情況 就是喂 有件這樣的事發生了 一個有心有力去到 就是大家都用改歌詞也有啦 是 拍照照片也好 你想想 校長這麼久以來都已經放棄了香港市場 這次真的那些人好像回到香港 即是不能怎樣回到香港 怎樣拆呢 這件事怎樣 譚明這件事 除了這個經理人幫他發了之後 現在人家對方說 你是不是嘗試出多個聲明啊 嘗試一下 人家都在等著 喂會不會啊 個人 藝人 認識他的藝人又不知道怎樣反應 除非李克勤這些 認識他的不出現而已 但是現在無法不出現的 藝人一出人 那個麥克風就對你了 是 譚校長這件事發生了 或者就是這樣啦 有人這樣說 怎樣拆好他呢 蛤?我嗎? 我會覺得其實他不能拆的 這件事 真的不能拆的 我們有個說笑 有說他是樂壇張高麗 因為彭瑞那件事才是樂壇張高麗 因為年紀又差不多 我自己就會覺得 沒有的了 其實他都放棄了香港市場這麼久 我覺得大家純粹是喜歡看別人降低 就是純粹因為喜歡看別人降低 然後不說又沒有話題 那就加入一下 就是大家都 我看到有些評論說 原來鵬伯都真的七十一歲 對他七十一歲了 其實他一點都不年輕 我會覺得其實 我會覺得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他真的這麼肯定沒有做過 我當然現在不是說他做過 但問題是既然對方咬得這麼緊 他說你出一個聲明 我就馬上再貼文 其實我真的看不到他擦 有些什麼擦 要不就爆了出來 就爆了 盡爆 那就看看他怎樣去收科 說真的那句 老實說 你爆到現在這樣 那你都是說他臨路不過小 是不是 其實他都七十幾 七十一歲 其實他還想在這個演藝事業上 有什麼成功 我不是想 尤大東一向在我心裡 一定不是在說八卦 我現在心裡 如果有時候好像在你們 掩蓋著香港的娛樂生態的圈子裡 這件事的確是一個 所有香港觀眾 這一刻不是在說《全民造星》 這一刻又不是在說台戲 這一刻是在說譚詠麟 當說譚詠麟 你們如果身為你們 我覺得如果八卦純粹笑 那你笑完的了 但是整件事 如果真的被一個好像你一個 緊貼著香港觀眾外的身材 你會怎樣 通常我反而是 怎樣用什麼角度去 避免這些事情 還是不避免 總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是印在所有人當中 我這樣覺得 哦 我明白這意思 不是說不說 一說當然是八卦 那些人在說 我看他怎樣 說真的 剛剛出現的 比如說香港出現了 就是梅艷芳 大家是一個傳統 那就已經過世了 我們很記得他 就是集體回憶 嗯 其實譚詠麟和梅艷芳的地位 一樣是那段時間出來 一樣是令到香港 妹姐就被人記得了 不過在傷感那裡 在流淚那裡 就是停在那裡 校長雖然你說 喂 他做了些什麼 出去做了一些參加社會運動的事情 變成全香港踩爛的碟 離棄了球 但是其實呢 他一直以來 不論他參加什麼球隊也好 阿倫給人的感覺就是 一個很friendly的 其實從頭都沒有變 我喜歡吃東西 就是變成肥仔 他最近說的 現在娛樂圈就是這樣了 其實除了剛才你說的二汶那些事情 其實不要綁住大家了 但是娛樂圈就是吃得鹹魚 抵得渴這個現象 就是這次是這樣 反而是我覺得 接下來在娛樂圈的人 你看見阿倫所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他願意 如果他沒有發生 就完美示範了娛樂圈是怎樣 可能昨天大家都不認識是你的 或者甚至很尊重你 或者不管你了已經 現在有件事這樣的時候 娛樂圈是什麼 我不會看你政治背景的 我看你做的事有多少娛樂圈 那這件事的確是香港的娛樂 這24小時裡面 是 就是說如果一件這樣的事裡面 由大東有一個格的嘛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事情 去做這件事 但是又不代表不去報道 那這些事通常 如果是一個好像你 雖然一個星期你已經太多東西寫了 如果有人很關心這些話題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取向這些事 我會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最多 我會覺得如果是發生這樣的事 因為其實我一早已經 不知道昨天 已經收到我一個很熟內地新聞的朋友 已經發了訊息給我 那我就很忙到飛遲 然後我就說 那我就算了 但是如果我有這個空閒的話 可能我也會寫的 就是說 原來網上會直接說 或者是再做一些資料 就是做一些資料 譬如好像看回 通常現在這些新聞 如果牽涉到內地又微薄又成 我會看眾新聞中國怎麼寫的 因為其實他今年很多大陸 都牽涉到很多影視娛樂圈的人出事 我都會看他的報道 他到底是怎樣 是的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都是寫說 有件事這樣發生了 然後就不會再加這麼多個人情感下去 因為老實說 我又不是當事人 我亦都不是受害者 我只不過是一個 還有說真的 你都接觸不到他們 你都拿不到他們回應的 就是說你說以前 假設你說 你說 阿成龍那些 吳以利那些 你真的開記者會 我直接還有一個方法 去提出一個問題 我舉手問你問題 或者隨他你說 我都叫做 現場很近地看到 但是我現在都不知道 阿倫伯在哪裡 他會不會出來回應 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 原來他大陸的經理公司 原來是會說 會出來回應的 其實你見全世界都是這樣做 因為其實他能夠有的資料只有這麼多 那既然是有的資料只有這麼多的話 那我就唯有是寫那些資料出現的東西 然後看看還沒有一些後續的討論 所以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才不寫而已 因為我覺得其實你看A和B和C其實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還需不需要 其實都不一定是關 是工作量的事 雖然都是關的 但是不完全是關的 因為其實可能突然間有一些事情 可能是譬如突然間 原來無線股價跌到剩下三元 那樣就類似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舉個例子 不要亂說我們是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再創新低 那現在他只有四個多 那我就有可能會寫 因為問題是我要看外面的人說的多不多 又或者譬如王子華和潘燦良 和莊梅岩 因為他們演了一個新的舞台劇 就是莊梅岩的舞台劇 那我就會覺得我有需要寫了 因為我會衡量我的讀者想不想知道 我會衡量那件事的重要性 說真的 其實昨天是同一時間爆發的 譚詠麟和王子華是同一時間爆發的 但如果我要選擇的話 我最後就是給了王子華 因為我又喜歡王子華 我又喜歡阿燦 我又喜歡Kanser的劇本 我覺得我是有責任 覺得這是一個震撼彈來的 你說卵白說真的那句 我又覺得有少許 和我那個頁面的格調有些關係 我不是說 我在我的頁面上寫任何那些 八卦是非到爆的圖式糾紛 不是不說這些 只不過我是覺得其他人都已經寫了 那我還需不需要再添一筆 去寫同類的東西呢? 我現在有時自己會慎選 我會很 因為其實你問得對的 因為最近這兩個星期確實太辛苦 我經常都有問自己 老便秘 我是有老便秘 而且我是有些質疑自己 覺得自己寫得不好 因為我經常都是覺得自己 譬如我昨天就是寫《紫華神》那篇報道 我只寫了第一段 都寫了很久 都覺得不通信 然後我就去問我助手 他就說 其實你的句子不用這麼轉折 你就直接一點 就是因為我連這樣的想法都沒有 因為我太累了 因為我太累了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我最近的狀態真的比較差 所以我自己有時候都會想 為什麼寫不到呢? 還有因為我多數都是一些報道式的文章 但我又會有些個人風格 例如你看到有一篇講 Agenelle 叫Agenelle 有一篇 那篇其實我早就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我就照寫 但其實你看到我的寫法 是相對跳脫的 因為我有信心 所以我跳脫 但是有時候有些文章 我一落筆 你就知道 一落筆 我想不到 我就很苦惱 那變了我是有些 你又靜睡回來了 是的 而且因為我又知道自己不夠睡 又有時間的限制 是的 有時間的限制 那變了譬如我今天出了一篇 就是說 其實我是有一點評論 這個香港秘密搜查官的 就是AM730那裡 應該出了街的 那我就說叫麥道的電視宇宙 又說他的節目 其實很難寫 我也有跟長毛輝 即是編劇 即是長毛輝說 我說其實我覺得寫得不好 但我已經盡量把我的想法 去告訴你們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會有些自我質疑 就是其實有時候我的文章 我都會偏向有些尋 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擔心 那些人不知道背景資料是什麼 然後我自己 後來我又跟自己說 我說其實不是 其實我應該對自己有信心一點 那你看開你的文明就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的 那為什麼你這麼擔心 你要給這麼多資料 是的 不如我一次過 我一來就說個項目 所以我不是受得批評 只不過我是 因為我自己已經是不斷自我否定 所以我自己是不開心的 這些很慘的 所以我自己因為會不斷自我否定 但是我依然還是覺得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因為其實可能在外面 可能其實很多人是喜歡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們怎麼看 其實阿周你最初為什麼找我 其實我也是很驚 我也是以一個受寵若驚的態度去做這個工作 因為我自己 你說我對自己的文章是否沒有信心 我心裏面有個底 我知道自己去到什麼層次 只不過有時候去到某些位置 我真的會不夠信心 有一點點問號 是的 然後也是盡做 因為你想想 就算我連王之華那篇文出了之後 我都會嫌張圖做得不好 但是你想想 連莊門顏覆我的訊息都說 那你就糟糕了 因為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就會不斷否定自己 我覺得第一牌子應該這樣排 偏偏的行民應該這樣 就是因為我的頭太累 所以我沒有一個 我的信心很容易會動搖 其實比你的 mental 裡面 真的細胞的累 去令自己掛勾了你自己的 落筆的判決而已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休息 還有你是很有趣的 你有些當時的Steve Jobs 雖然不是 Steve Jobs 他的iPhone能夠有這麼漂亮 就是因為他讀那科 是讀那些自體學的 根本Steve Jobs 就不是做iPhone裡面的技術 他是讀自體學 所以他對於美感很重要 當那樣東西創作出來不漂亮 他自己裡面會否定整個團隊的 你去到那個位子 其實說真的 當你見到你自己的IG也好 大家越來越 就是有interaction 這麼長的文章 真的沒有什麼人像你這樣寫的 老實說 但是越來越多人說 我不介意有養份的長文 而且寫這些東西 你以為容易寫嗎 那些東西和那個題目都挺冷滿的 你說如果是不是主流 你說搜查官 這些真的不一定是大家這樣浸進去 但是浸進去成為你的follower的人 他就真的覺得很喜歡看 這是一個鼓勵 而且越來越多 還有 你不只是說這些 你年輕人要追蹤 應該不是年輕人 我還以為是年輕人 其實Disney Plus是一個Hero Channel Marvel也在 Star Wars也在 所以純粹是我覺得 不要為自己 今年年底一定是達到你的數字 唉 我也不知道 因為剛好我們已經開了超過半年 有沒有半年 好像也有半年 我也很感謝你看著我的成長 因為其實我也是 因為我很少見到我家人 因為你知道寫文是一個很孤單 很孤獨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才知道原來我家人 是長期保持準時有看這個節目 因為我是那些 他一說我就會 不要說了 夠了 就等我看一段劇 我媽媽看我而已 是的 我都會很尷尬的 但是我自己 但是我會覺得 問題是其實我都會有我不開心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出去去江湖 我出去最前線 我可能有很多委屈我沒有說出來 只不過我是覺得 有些事情不用說了 就是盡量 都是那句明白就明白 然後我又會覺得 會不會被人大小超 有 有 有 這個絕對有發生 有發生 還有有些 你是不是老爵 你一這樣說我立刻要開開你 不用了 就是會有些大小超 還有有些人簡單來說 就是紅了就不管你 哦 是的 是的 不記得了 是的 我會覺得 大哥不是吧 其實我都寫不少 我不是說現在要你 不是因為文字而相交 是因為大家 差不多是他的微視 你明白嗎 是的 因為其實我跟某些行內的人說 他們說 真的假的嗎 真的假的嗎 我當然不會告訴你 誰是當事人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真的不開心 因為問題是 我不是說要去謀你些什麼 說真的那句 我這樣寫文 哪是謀你 就是我要寫的話 就是要用其他方法都可以 但是問題是 我是賣字的 就是我是寫報道的 所以我問那兩句 他會避開那一刻 他不是避開 他是不回覆 他是不回覆 以前是會衝出來 會跟你說 聽聞有人說 你生氣了我 什麼事啊 好了 到他們紅了之後 一個訊息都沒有 這個是實際 難受 我明白 很難受 所以我很多謝 我很多謝大家 我很多謝讀者 多謝你 多謝阿錦 給我這麼多力量 因為其實我現在 你想想去年 我都完全是一條欄 但是現在已經是一個 一個視頻節目 一個Podcast 一份專欄 而且一個專欄 他剛剛告訴我 有些變動的 變動就是 不只是網上 他想放進去印刷板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很感謝大家 但其實我的過程 我是消耗很多 真情的 你消耗了自己的感情 是的 譬如助手跟我說 他說你那些什麼不用這麼轉折 我經常都會覺得 你那些什麼雖然 但是不用用這麼多 都不是那麼大的差別 我都會覺得有些不開心 但問題是 這個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一個就是不斷學習的過程 唯有叫自己 休息好一點之後 就繼續進去 我經常都不想寫 你知道嗎 這件事肯定你會覺得我瘋了 但我真的經常都覺得 不如我不寫 不要啊 你別傻 寫是為自己 為自己的喜歡 而寫 慢慢學習 你慢慢會知道 什麼叫真點的關係 又或者那個人再大一點 又會回頭 你明白嗎 希望 人是這樣的 就是要珍惜 為什麼呢 你的感覺是等於給人 一個家人 我關心你 到今時今日呢 不用 其實很容易滿足的 就是你傳兩句字回來 你都會已經滿意了 因為我明白 你看看 但是你會回覆我 但是一不回覆的時候 那種東西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自己放真心下去 建立的一個朋友 或者家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那種東西就會 你捨得那些東西 又旦時又理系 是因為你很想很仔細去 如實那件事 不要那麼 哎呀 保護一下自己 來 喝奶了 好啦 是有這樣 好嗎 好啦 多謝你 好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 去支持香港台的 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二婆瑪麗 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 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尼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 Johnson Rasc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tze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紳思科西瓦省 Elene Joan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你同路 Speed of Hong Kong Hong Konger S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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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